大家好 我是高手少不得不說 現今的香港學生可以說是很慘 到底有多慘呢? 由於香港政治形勢越來越差 所以香港的教育出現大轉變 不斷跟香港學生出行國安洗腦教育 六四、六七暴動這些真正歷史 逐漸不夠 學術變得不再自由 有濟酒 現今香港學生 學少很多東西 不是故意上網了解 未必會知道這些應該要知道的歷史 進行洗腦教育 學術不得自由 學少很多東西 同時 由於清零政策 一有個案 就四圍封 封這裏封那裏 家裏online上課 不用上學 一年365日 實際真是上學的時間 並不是很多 大概 幾個月學 接著就online幾個月 什麼校園生活 完全沒有了 學校旅行 什麼陸運會 班制活動 停了 都不用上學了 自然這些東西都會取消 停了 跟同學之間的交流 不是很多 絕大部分時間 都是留在家裡 就這樣 整個初中 高中 或者初小 高小生活體驗 沒有了 這樣就完結了 沒有得補償 好了 考DSC 這些環境下考 真是 百身難忘 要做完防疫事 例如戴口罩這樣 才可以去考 麻糬飯 考DSC 本身都麻煩 還要做這些事 就更加麻煩 如果不幸地 考DSC那段時間做迷消 就更加麻煩 嚴重影響 考試表現 影響成績 好老實說 現在這樣 大部分時間online上課 都已經 不太怎樣學到東西了 正常去應考 都勉勉強強 中招 真是這樣先 現在考DSC的 真是比以前考的 更加辛苦 真是 百身難忘 不過這樣 嗯 凡事有利有弊的 疫情下這樣online上課 某程度來說 都有它的好 對於那些內向學生 非常好 本身都不太喜歡 和人接觸這麼多 參加了一些 班制活動的了 現在這樣 沒有校園生活 沒有什麼班制活動 真是開心 同時 亦都避免有什麼 校園欺凌的情況 都沒有幾可 和同學接觸了 試問 還怎樣校園欺凌呢 但總體來說 這樣的形式上課 是閉大於利 身為一個小學生 中學生 是很應該 體驗一下 一些校園生活 這樣才是一個 小學生 中學生 我就幸好 總算體驗完 唉 真是沒想到 香港學生 如今會這麼慘 香港人慘 香港學生都很慘 現今的香港學生 真是可能是被選中的一代 加油 香港學生 校DSE那些 都加油